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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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欢迎来到Hobility 频道 今天我们打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所以看到你们在镜头里面看的到呢 前面有一条红色的WIRE 为什么呢 另外我要给你们介绍这一套 这一套是用药出品的一些动物系列 这个药出品动物系列它的主题是 把所有的动物可以悬挂在这个Wire上面 或者是你可以叫做一个Charging Cable 或者是你们的一些耳机的Wire上面做一个Decoration 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 因为它的定价不高 只可以看得到200Yen 200Yen在大马的阿玛雅来讲 它是售价是大约是在10令吉左右 而且这个对象可以看得到 它是15岁以上 因为这些大约是这种在耳机 或者是Wire上面的Decoration 它比较小支 所以比较适合一些税数比较大的一些玩家 而小孩子就不是这样适合 那么如果觉得你们的Charging Cable 或是Wire需要一些陈列品 或者是一些摆设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我们不用多说 把它开吧 这次呢 要呢 它会比较贴心 它把五个不错动物呢 放在五种不同颜色的蛋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开给你们看 第一例呢 就是我要开这些红色的 它有个胶子这样黏着 它们是什么动物呢 哦 红色的是一个兔子来的 这个系列呢 它是做的不是说 它会把动物变成Q版 它是把动物变成一个写实的感觉 你可以看得到呢 它真的是一个兔子的样子 只是它故意做得到呢 你可以看得到好像兔子在一个非常恐慌跟害怕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好像要跌要跌的感觉了 所以 而且它的姿势呢 是在 你可以看得到呢 它是要抱着一个Cable的姿势 好吧 这一只啦 粉红色 哦 这一个穿山甲 这穿山甲呢 整个造型蛮可爱 因为它柔在一团 它故意弄了这样的造型呢 是因为也是同样的 好像看见兔子这样 因为它要抱着这个Cable 因为它好像有一种要跌的时候 而且样子呢 做得好像蛮害怕蛮惊慌这样 做得蛮仔细 而且我觉得它定价不高 所以呢 可以一些玩家 可以把它考虑考虑 打它回家 因为有时我们生活已经沉闷的时候呢 可以把一些Decoration 放在我们的耳机的Wire 或者是在Charging Cable上面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它好像要吊的感觉 哇 给它做一个摇摇吧 OK 接下来 我就开这个蓝色的蛋 蓝色是什么动物呢 大家这样看也是很难看得到 哇 这个小猫 这个小猫抓到真的是 我有一点的尊重 这整个 你看到吗 它小猫的表情真的是好像很害怕 你可以看到如果像悬挂的时候呢 它的眼神好像是望着 有一点的望着下面的 这好像它要吊要吊这样 它在这样危险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设计呢 是满 整个猫的神祟呢 真的是表现出来 真的是满不错 其实要呢 在做这些动物系列那方面呢 我觉得蛮到位的 它每只动物呢 做到一些比较特别的 一只知识啊 比如在这些白神猫啊 跪地的那些狗啊之类的 都做的蛮神情啊 这Overlock呢 是我觉得蛮不错 同样的 它是一个暖胶 所以呢 你把它压进去 也是不是问题的 把它过来一点点 因为还有其他的动物要来的啦 下一粒 青色 青色这里从外面的颜色 看得到应该是那个 黄色的小狗狗 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么这一粒应该是 熊猫啊 真的是 那个小狗狗 大耳朵 这个是Chiwawa 应该是 这种这样的狗 对啦 同样的这个狗 做到样子真的是 好像要酷要酷这样 因为它的姿势也是这样 还是盼把这个Cable 随时要掉下来的 所以样子也是蛮 蛮Q一下 它真的要酷要酷的这样了 整个整体上呢 真的是做得很不错 它的神髓 因为药呢真的是很会做这种动物系列 比起Bandai来讲呢 我觉得呢 Bandai它比较把东西呢 变成呢 弄Q的或者把它弄的头大了啊 或者是 它不是呃 仿正的 的的的的 design 的 如果是Bandai出品的话 那么药呢 它是用好像真的动物的 整个比例 那么它把它表情再 改一改 让它非常适合 收藏的 最后一粒 最后一粒 当然就是 这一套应该是这一个系列的主角之一吧 它的熊猫 其实每一个 看得到 我忘记给你们看呢 在这一张纸 扭蛋的纸呢 是每一支都是一样的啦 它只是介绍这个系列有什么产品 因为它根本是没有什么任何的组装的必要 所以它只是印刷一些 颜色的印刷 跟我们说 这个系列还有什么 所有收藏家 在扭蛋的时候扭的出来 给它看得到 查查看 还缺乏哪一个咯 这个熊猫的眼睛中的是蛮小哦 好像看不到咯 它的眼睛 还有尾巴呢 它叫肥肥嘟嘟这样 还要爬那个Cable 我觉得真的辛苦了 这个熊猫 嗯 我个人呢 在这个五字里面呢 我是比较喜欢那个小狗跟那个猫 因为它们的样子真的是 它们做到一些很恐慌的样子呢 我觉得做得很到位在这一方面 真的不错 那么五个呢 可以在Cable上面做一个摇摇这样 所以有兴趣的人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选择 把它的Design 把它挂在你们的插件Cable 或者在你们耳机的线上面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吧 这次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喜欢我们的频道的人 记得记得记得点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那么有什么新的video 什么update 就收到通知啦 谢谢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吧